龍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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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貓 看起來很兇耶 我发现了一个当地的小市场 好夸夸大家都在看我 酷耶 我们就走到电车站了 真是奇妙的缘分 好酷耶 我的天哪 为什么我觉得 我走到一个 不知道哪里 感觉这样的地方台湾也很多 然后就有一个 慕名的积水 那时候这个地下大的带群 然后看一下 什么样的状况 超像什么鬼屋看起来 但是看出来还是有很多人从这大大的货 穿冰写 他在那里 看好多人 找到哪里超美的感觉 这里是克里姆林外围的住宅 在哪里 呢 他們說這個是有什麼歷史價值的房子 然後之前是有導覽 但是現在他整個圍起來 就不讓人進去然後也沒有整理 真的有 傻眼 然後他外面圍成這樣是什麼意思 好詭異喔 他就擺一個牌子 然後裡面長這樣 這也是別人採權 他在另外一邊 也不讓人進去 然後也不整理 好又莫名其妙的走到微間教堂 這裡的view還蠻好的 這間很可愛的服務館 什麼天高之類的 但是他們就是在這個住宅區 然後這邊是咖啡 不知道有沒有人 因為他前面那個還用保鮮膜 保鮮膜 空氣 我們這裡一進來其實有那個稻草味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就是讓人家選 禮物的地方就是半熟爐 這個角落真的很可愛 這也是咖啡 哇 好優秀喔 這裡就是一堆沒有最美 所以我買了這個高骨 來試試看 是他說最甜的兩個 然後 105塊 我就是爲了爬上這個樓梯 看看上面 然後看看這邊 欸 什麼鬼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感覺會這麼多 為了拍個照然後花 160塊 這裡好可愛喔 什麼儀式現場 什麼儀式現場 我怎麼去啊 再來 這個 跟自然的距離非常的近 這邊還有一小草 也是 非常的近 看左邊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剛剛在下面拍的花園 就是剛剛經過的教堂 可愛的角落在那裡,好多草堆 錯啦 如果天氣好的話是不錯的地方 真的很美